欢迎回到TNews联播网 高雄市观光局举办海线潮旅行美食餐盘计划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甄选还有评比 选出了时间的优胜店家 不但有海鲜餐厅利用在地的湿木鱼 推出了新菜色 还有带领游客来认识在地历史和文化的咖啡店 入选的店家是各有值得推荐给游客的特色 无论是结合各式的在地海鲜炸物 还是台式的古早味小吃 都让人看了口水直流 高雄市观光局日前公布海线潮旅行美食餐盘计划 入选名单 其中就有三间店家入选新菜店家组 这家在弥陀区经营超过60年的海鲜餐厅 在第三代的研发下 让最有名的湿木鱼有了新的风味 本人就喜欢比较喜欢吃炸物 天妇罗类的 然后就想说 大家都把鱼肚弄成尖的 不然就真的 所以就想说尝新的方式看看 就把它切成一片一片 然后把它裹粉下去炸 变成鱼腹天妇罗这样子 鱼皮的话就是我们也是用湿木鱼皮 然后加上当地的酒黄 然后下去做沙茶调味翻炒这样子 也是希望让顾客吃到一些古早味的味道 此外在海线推荐主 不但餐点各有优点和特色 也与在地文化连结 都值得推荐给游客到访 新大港比较有名的花枝树花枝丸 包单其余黑人的部分 就是它是用手工的方式 去把每颗蛋里面包进每个偶类里面 我们店里其实跟在地社区的里长 然后附近的邻居们都很好 所以我们会不断的去推广我们在地的 像我们有刺坎古井 然后有老宅 我们会跟大家去聊天 然后介绍这里的 那因为有些人来不知道 而要聊到底有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就会 当然喝完咖啡 假设还有时间 就带他去后面的老屋看一看 对 然后有时候会带他们去前面的海边 然后看夕阳 然后会喂喂小猫 发挥出他们的行销还有创意 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评选 历经一个多月的征选和评比 两个主别最后共选出时间优胜店家 在日前公布并进行颁奖 期盼游客来到海线四区 体验最道地的渔村文化及生活 也能够品尝各具特色的在地美食 那当然就是希望能够带领的市民朋友 跟观光客可以发掘我们 子官弥陀永安一直到前定的整个海岸之美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希望可以连接在地的店家 让市民朋友或观光客知道 我们在地有非常多很棒的这个餐厅跟小吃店 那我们评选的内容其实有分不同的 第一个就是在地食材的使用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北高雄 其实就是拾木鱼的故乡 还有乌鱼子 还有甚至永安的石斑鱼 那当然还有在子官地区 我们也有很多新鲜的蔬菜 所以第一个当然就是在地食材的使用 那第二个就是在地故事的连结 那这个菜色能不能有新的口味 还有包括这个他自己的网路宣传 跟餐厅的整体环境 还有服务 那整个都是我们评选的不同的项目 观光局感谢许多在地业者 参与本次的美食餐盘计划 一起加入海线观光推广行列 也邀请各地的游客来到高雄海线四驱时 不妨多停留一点时间 品尝道地美食 享受渔春浓厚的人情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